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特别针对新市政大楼将改变新建模式 召开记者会说明 考量到捷运负担经费 未来新市政大楼将跟民间一起合作 市政府的财政就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那时候我问了财政处 就是说假如我们要盖这个市政大楼的话 中央的补助是多少 那据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的会议的了解 中央政府约补助三成 我们自己负担的金额也是要到七成 那如果是55亿要到七成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要38.5亿 那假如这个38.5亿 我们要在未来五年间把它纳入 然后再加上我们捷运现在是53亿多 就是38亿加上53亿多 那也许我们就会有超过市府 高达90亿的一个负担额 那可能就是不只是完全会超过我们的举债上限 也可能会就是让我们目前的负债增加150% 那基本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我们不再会去编列 物价波动后的这个55.12亿 来作为我们新建市政大楼的一个预算费用 而我们会考虑跟民间来合作 来打造新的市政大楼 市长谢国良表示 新市政大楼的新建采取跟民间合作开发 一方面减轻市府的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招商增加就业机会 那我们会参考新北第二行政中心 或是俗称新北市新店行政园区 我们将结合民间的力量 合作开发成为复合式的商办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引进 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厂商来跟基隆市来合作 假如盖了商办 我们认为也可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 而新市政大楼大概会有多高 市政府初步预估应该跟旁边的港都明珠大楼差不多 它这边高度如果像旁边的部分最近有一个建案的了解 我们它的高度可以达到100公尺 30就是港都明珠的部分 因为它仅邻这个港都明珠 所以如果比照这个当地建案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盖到30层楼 不过这还是要看未来的这个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整体再去考量 不过它的这个高度的确是可以在 在这个允许的使用范围内尽量的去透过建筑设计去处理的 市府表示新市政大楼的开发 未来是基隆公司协力新典范 搭配有轮靠驳 行锁中正路成为东岸景观大道 将为基隆都市再生带来新契机 记者黄恩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